副首相兼内政部长拿督斯里阿莫扎西强调 警方两度腰斩旅游籍文化部长拿督斯里纳兹里 和前首相敦马哈迪辩论前 从来没有咨询他和首相拿督斯里纳吉的意见 他表示禁止两人辩论完全是警方的决定 家vel和oma金属边 你就要讨论原因然后 бор外航jas 我就要讨论为什么 Workbook事都阳僻 bald罪所以我们要讨论 在那里面呢 然后如果我们得同时ense讨论 防针斯里纳 dwell逐 阿莫扎西认为 警方取消有关辩论 一定有他们的原因 另一方面 前首相敦马哈迪 在部落格Chadet撰文 批评警方取消 他和纳兹里的辩论 讨轰部长们和纳吉 本身没有阻止 警方却选择腰斩了辩论会 他赞同纳兹里的警察国言论 讥讽马来西亚 已经成为了 举世无双的民主国家